温馨的节日是一家团聚的日子 她准备与爱人携手一声 而她却戴上了面具 在虚假与真实中来回切换 这张自我隐藏的面具 仿佛成为了她的一部分 在伤害了很多人的同时 也在伤害着自己 晚上好,我是然然 让我和你分享 一段被迫完美的人生 和一个被藏起来的爱人 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一名解说员正滔滔不绝地 说着圣诞节日的去世 人群中有一对亲密的恋人 被着梦幻的气氛感染 打笑着听到的故事 在这甜蜜的夜里 Abi说到了爱人的邀请 希望她今年不要再孤身一人 可以一起回去度过温馨的圣诞 第二天一早 Abi期待着与她的家人见面 准备迎接这一次不一样的圣诞 而她却为自己一时冲动 做出的邀请感到懊恼 在回去的路上 两人各怀心事 一方想着如何获得她家人的认可 并希望在节日当天进行求婚 另一方则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将焦虑的情绪全写在她脸上 最终她只能选择坦白 两人在一言一语中 说着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冷静地沟通后 他们达成了共识 让Abi先以室友的身份 融入她的家庭 Abi在她家人的印象中 是一位失去双亲 无处可去的可怜室友 今晚难得的相聚 一家人相约一起共进晚餐 妈妈却邀请了她的前男友 看着他们熟悉且自然的交谈 巨大的落差感笼罩着她 此刻的她 就像她坐的那张椅子一样 那么的突兀 那么的格格不入 聚餐的聊天内容 让她感到不适 而她温柔的安抚 让她消除了所有的不快 在回去的途中 女友遇到了自己的前人 很尴尬地向双方介绍了彼此 第一天夜晚 虽然同住在同一屋宴下 但却无法共享同一张床 他们亲密地道过晚安 结束了这压抑的一天 隔日清晨 Abi被家里的双胞胎惊醒 这才认识了家里的全部成员 高学历律师大姐和她的丈夫 品学兼优且最受宠爱的爱人 和不被重视的全能工居人小妹 父母的教育方式 让他们从小就养成了 互相竞争的习惯 到了晚上的宴会 她跟着父亲 到各个人群中交际应酬 而Abi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忙碌 自己室友的身份 没给她资格 留在她的身边 这时 好极有转的来电 让她有了离开喘息的机会 在这寒冷的夜里 也许是上天 想让这两个 有着相同经历的人 可以互相取暖 而安排了相遇这一幕 回到家中 让人按捺不住 对彼此的想念 花生成了特务 上演着偷情的戏马 今晚夜很冷 但有你 让我很温暖 大姐的一对双胞胎 像恐怖电影里的小孩 总是顶着两张 失去童真的怨恨脸 透过门缝 还看见了 昨晚中海时的她 之后在与Abi逛街时 还故意将一条 未付款的项链 晒进了她的包包 而现场 正好有昨天晚宴上 相识的人 家人们对她的印象 瞬间从可怜孤儿 晋升成了偷窃者 受了委屈的她 带着失落的心情 在街上无聊游荡着 无意之间 碰见了Riley 两人到了一家 逗趣的酒吧 聊着过去的经历 和现在的心事 他们的相处 很舒服 很自然 在热闹喧嚣的圣诞夜 好像突然 安静 松弛了下来 随后 在与女友的约会中 对方与前男友的亲近 让再一次被冷落的她 开始有了情绪 这天夜里 Abi没有等到她的晚安 没有等到她的安慰 带着落寞的心情睡去 另一天一早 出于对恋人的关心 她起床后 就迫不及待的 到了她的房间 想确认 想拥抱 想看看自己的爱人 谁知这些举动 让她感到窒息 她们争吵了起来 由于家人的介入 她们无法好好的沟通 两人只能不欢而善 她想回到那个 让她有安全感 又可以坐到自己的家 无奈现实的车费太贵 在求助无果后 她只能继续留下 为了逃避家里压抑的氛围 Abi出门 与她一起购买礼物 两人的互动 越来越亲密 这一幕 也让在外的她看见 当晚的她 赌气似的 故意和前男友 靠得很近 此刻两人的关系 似乎走到了冰点 这时 好友的及时出现 成为了她的救命稻草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在这次对话中 双方都毫无保留地 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身爱着彼此的两人 给予了对方温暖的拥抱 只有肢体的接触 才能为对方带来 更大的力量和安全感 此时 大姐撞见了两人的交谈 在聚会上 大神地说着 他们的关系 而她用尽全身力气 紧张地否认 不过是转瞬之间 世界 却在这一刻放慢了脚步 不远处的她 正看着这一幕闹剧 看着曾经如此亲密 现在却如此陌生的人 失望地转身离去 一家人的坦白 两个人的和好 为这个热闹的夜晚 画下了完美的结局 在这个保守的家里 每个人都有秘密 每个人都有一个柜子 我们总是担心自己 看起来不够完美 但我们甚至不知道 完美究竟是什么 每个人都害怕 一旦真实的自己暴露了 将会无人爱自己 但真正爱你的人 会在你卸下所有面具之后 还愿意拥抱软弱的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同志影片解说 记得订阅关注并且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